一片叶子居然在疫情期间标到六位树单盆破百万 价值高到被小偷盯上 生命的叶子更受到喜爱 在养狗跟养植物中选择了 那就开始今天呢 从零开始养雨林植物片 本片感谢55688家世 请找他赞助播出 哈喽大家好我是许波 这我身旁就是江湖人称雨林成龙的 成龙 大家好 主要来介绍的是 雨林植物 雨林植物是什么 大部分来讲是天然星科的植物 天然星科是一个很大的分类 它有117个鼠 还有3000多种植物 我好像有上生物课的几十 这有多少种雨林植物 难以估算 但是花的钱蛮多的 大概3000多万 可能一两百啊一两百 还是后面有眼睛在看 其实也不好说 不好说不好说 雨林植物大概可以分成几类呢 依玩家有兴趣的几个大象来分 就是火鹤 曼绿绒 观音莲 龟贝玉 火鹤 全名叫Ansuria 它其实有1000多个原生种 都是来自中南美洲的 火鹤的鹤到底在哪里 它又叫花竹 因为它有这个 这个叫佛燕堡 然后它就很像蜡烛的那个竹心 火鹤都会有这个花 这个叫做水晶花竹 它的名脉 上面还有一点点亮亮的 所以才会叫水晶花竹 这一盆就传说中最便宜了 哦 这边最便宜的确实是它 它已经成竹了 可能至少也要个1000吧 这么好看为什么会这么便宜 因为数量很多啊 就物以西为国 这就是它的佛燕堡 所以一开始是绿绿的 花的部分 有的是绿的有的红的 这一整只都是花 这花跟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 对 因为它就是官业植物嘛 其实花是 完全不是它的重点 就很丑这样 而且还是畸形花 生长的时候可能受到挤压 所以原本应该是一只这样子 对 就是尖尖的一条 它那个上面有结纸的 就会有小火鹤 如果有受精的话就会有种子 它有分中花雌花 这一只应该是熊的 对 熊花 因为它有长一只吧 其实公母都是一只 哦 这样子 有花粉跟花蜜 两种感觉有点变态 看那个size应该还没成年 对 还没成年 据说这盆就是目前这里最贵的火鹤 对 学名叫Ansurian S of Space 人家叫它黑陶A 那其实火鹤好玩就是在 你看它新叶是酒红色 然后它会慢慢的变色 然后最后变成深绿色 哦 对 很多火鹤都会 只是因为这一颗它的稀有度跟质感 它是熔面的 法兰隆那种的 嗯 价格就高 整整整整 通常小小秒可能就两三万块 那这盆还不两三百万 没有那么夸张 只是它最贵的时候可能真的有二三十万 但是不可能用这个价格买掉 听说价格的波动非常的夸张 是为什么 疫情嘛 大家都关在家里不能出门 就种这些可爱的植物 那大家都想要的情况下 功不应求 所以价格就越来越高 现在疫情比较缓和 大家开始出来 价格就掉下来 这差到多大 可能有1到2个0 那就是1万跟100万的差别 1万跟100的差别 哦 这样子 知道这个也是多少钱吗 圣灵曼绿龙 那个时候可能有一片叶子20万 但其实举例来说 现在的圣灵小颗的 大概只剩四五千块 这个是鸟巢火鹤 刚刚有提到它的花会结籽 如果有成功授粉的话 就会像这样 那其实它这个已经成熟了 就可以直接拔下来 它里面有1到2颗种子 然后把果肉去干净之后 这个种子就可以再长成一颗新的 这一颗母猪就是用这一个小种子种的 大概两年左右 哇 就这么小一个长这么大 对 种子进去也算没问题 有什么味道 这个给你种 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香的哈 口感有点像石榴 那种感觉 看电影的时候拿一颗在旁边 对 但这个是宝贝 只要有种子 大家试这个微宝 东西全部都宝贝 女朋友就直接叫我名字 好像有没有觉得嘴巴有点麻麻 不要自己吓自己 没涂吧 没有 那果肉还好 嘴里面是满的 哦 这也是火鹤 只有我都会继称它是大象火鹤 这也是比较少见的 还有像这种 这也是长状夜型的 这个叫奢华火鹤 算是很热门的品种 它的夜型就其实有点像苦瓜 颗粒感十准 哦 这个好硬哦 对啊 它的夜型是硬 小的七八千块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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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绿龙学名叫 Philodendron 希腊文可以把 Philo跟Dendron 拆开 Philo就是爱的意思 Dendron是树木 它就是会攀爬在树木上 它会用它的气身跟衣服 在它任何可以爬的物体上面 天然星普遍都是有 维毒的 我的我的我的 没有 那个是维毒啦 这种大概是应该还好 其实里面有一个叫做 草酸钙的成分 当你把叶子折断 它会有白色的乳汁跑出来 怎么一看就知道它是曼绿龙 刚好这边有一只它的花 我看到的花是什么 对 曼绿龙都会有一个特色 就是像这个 蜜蟹 它会吸引蚂蚁 蚂蚁在野外是帮它们 抵御其他昆虫攻击 蚂蚁 但其实像我们在栽种的话 反而看到蚂蚁就很讨厌 因为它会跟 戒壳虫 就是害虫会共生 变成说有蚂蚁就一定有借壳 对我们看到蚂蚁就要杀 这些要哪个 现在还会杀它吗 对 就很烦 它叫做 菊饼曼绿龙 特色就是它的饼是橘色 也有人叫它 橙饼曼绿龙 通常越晒 它的这个饼会越橘 所以它菊饼 我有一颗小颗的 厉害 半夜菊饼 它跟菊饼是一样的 只是这颗是小宝贝 小宝贝是什么意思 你这样叫它小宝贝 它是小颗的啦 你以后是什么 绿窩这个话题 绿窩这个话题 半夜菊饼曾经是 雨林植物 就除了圣林以外 吵得最凶最凶 当初最贵的时候 一夜是 8万块 哇 当时有店家在门口 白放鞠株 菊饼曼绿龙 才短短两天时间就着切了 搬射越多 价格越高 搬叶就是说 它那个叶子搬薄的意思吗 应该说 叶绿树跑不完全 植物是生病的状态 但是人类就是喜欢 看它 叮咽咽的样子 蛤 我就是喜欢那种 林黛玉型的那种 啊我生病了 我好交楼 这 很难的 这个其实坦白说 没班的没有人会享受 一般的普通菊饼 这样子 如果人家要拿来造景的话 我觉得 了不起 就三千块吧 比不上一片生病的叶子 推荐新手的雨林植物 是曼绿龙 菊饼曼绿龙 豪仰 然后成就感爆棚 哦 你没有讲呆 对 这也是 推荐新手 荣叶曼绿龙 它的质感你们可以摸 就是 只有荣而已 这不是跟菊饼长得差不多 不一样啊 差这么多 鱼谷曼绿 形状真的差很多 我在路上你跟我说 这两个同一种 我让你豪雄 半叶龙爪 也是半叶的系列 其实我们在玩雨林植物 就是看它的叶型 像我比起半叶植物 我会更挑叶型去收 这一株大概是往前 这一株也是 调价的其中一元 像顶牙 两片叶子这样子 可能可以卖两三万块 对 那是现在这样子 三五千 顶牙是什么意思 最顶部的牙 你把顶牙切下来繁殖之后 它下一片开的叶子 也是会是差不多的尺寸 但如果是中段 比如说我们顶牙砍掉了 然后用这一段去发根的话 它出来就是会还原 成一个超小的叶子 这一颗大理石蔓绿绒 它的纹路就像大理石 原本是多小的猪 原本可能尺寸真的差不多这样 大概种了三四年 哇那这个是 里面包很多新鞋 对啊 所以不太会愿意去卖它 养了三年 要随便就把它卖掉 我也是 不舍不得 像我的肥肉一样 花叶曼绿绒 也是有绒布质感 它的那根毛毛的 对 这个就很不推行手中 它的湿度要偏高 不然的话很容易就是叶椒 这个呢 叫小天使曼绿绒 小天使本人 哈哈哈 但是因为我把它地址了 直接种在地上 所以它就是变得非常巨大 阿麦克曼绿绒 原名叫丁麦多威 它是一颗叫 帕斯塔曼绿绒 跟锦段曼绿绒 交出来的产物 那它的特色就是 它的脉络非常明显 对然后有这种 OPPO质感吗 一格一格的 你说这是水塘拿过 然后就变很贵 水塘是在贵的时候入坑的吧 我猜 只是可能有稍微长一点点 其实在贵的时候 这一叶可能五六千块 现在这么大的可能有个两千块 那像这种叶子里面出现一些 黑黑的这是什么 哦这是因为我的温室偏潮湿 我都会开那个加湿器 嗯 有点发霉 这无所谓 不影响它这个 那旁边那个黄黄的 那个就是叶椒 因为其实植物它会把养分集中给顶牙 给最新的叶子 那老叶就会慢慢开始耗掉 看到老叶这样死去就好像 想到我以后要把遗产分给小孩一样 这是以后的你 漂亮的 一个圈圈一个热热的这样 哦这一片是怎样 巨人蔓绿绒 大概115左右 哇 这多少钱啊 我那个时候买 我爸妈会看吗 那个时候 三片叶 2万左右 三伯伯 哈哈哈哈 这么漂亮 值得吧 干嘛 这个是现在的话大概多少钱 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就真的比较少人在卖 没有人要买 它站位 如果没有温室或者是 阳台不够 要有个小空地才够 多中几片 你这两台就消失了 叫神巨曼绿绒 因为它其实也有半叶版本 贵的时候 成金标到一盆45万 我觉得创台湾社团最高纪录 现在可能少到片10万 龟贝玉鼠 学名是monstera deliciosa 它其实这个洞是有用意的 因为它会这样沉沉的堆叠的生长 在野外 它是爬在树上的 因为它有光透下来是不是 诶没错 然后还有雨水 它雨下来之后 它下面的也要有水分 所以它会从这个洞下去 滴到下面 大自然好神奇 龟贝玉就是有洞的 可以这样做大概的取分 像这边也是龟贝玉的其中一种 我看懂 大洞洞龟贝玉 哇 植物园校外教学的即适感 这个看得懂这个看得懂 我觉得好开心 然后这个龟贝玉其实 在市场上它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价值 就是它会被拿来切叶 给一些婚伤喜庆啊 会需要 秘鲁龟贝玉 最贵的时候 我们是用枝条 它没有叶子 只有枝条 你这样一结 这样好几万块 那像这种普通的龟贝玉 一整盆可能六吋盆 大概五百六百或是千内 这一棵叫萨利安观音帘 观音帘鼠 它其实又叫 菇柏玉鼠 是那个许果泳汁的种东西 嗯 就是那个 吃饭要小心 观音帘它也是新手不友善的 因为它很容易烂羹 像这个 就是有烂到一半的 看起来好像我叫厨余童的菜叶 那这个烂羹就等于 救不好 烂羹其实有办法救 只是看每个玩家的功力 所以你现在正在救它 对啊 那你怎么会做到烂羹 因为它是生长在西流边居多 台湾大家都会想说 欸它爱水 就给它一直浇水一直浇水 但其实土壤并不适合它 太保水容易烂掉 还有什么特点 观音帘它有一个 地下的储存养分的一个器官 是球 它就是从根部延伸出来 然后长一个球 那个球里面都是养分 哦 然后那个球发芽之后 就会往上长出这个小芽 变成新的一株观音帘 我这边 比较多的是长叶观音帘 Longi Loba 什么Loba 但因为它比较容易死 所以其实我也没有种很多 我一算是半退观音帘坑 把它照顾的再好 结果突然就死给我看 很伤心啊 真的很伤心 很伤心 对 偏高一点 所以是因为要种它们要拜观音的关系 拜观音也没用 还是死 这个叫问来之星 它还有粉红色光泽 有夕阳的时候 超漂亮的 这个也是 这个放在下面有点脏 它很呵护 是也很喜欢植物 我越来越喜欢了 被洗脑了 就那个 大家说像海蟑螂的 它油油亮亮 那里面那个卷起来的那个 这个是还没有开的 它打开之后就是会变到这么大片 很像一种水果或什么 对 它后面都是这样子 哦 半叶 熔业 观音帘 它曾经很贵 现在也是掉下来了 像它所有植物都掉下来了 土是什么土呢 土药成分是泥炭土 其实外面买到的泥炭土 它里面会混一些 珍珠石 如果掉入高土接续 就是不断 其实也是可以 但是容易增加烂根的风险 不会太湿 对 那所以你加这些东西 就为了让它不要那么湿 没错 增加排水 就是 蓝石或是火山岩石 树皮 珍珠石 发泡链石 它增加排水的同时还有 保肥性 储存在这个石头里面 因为它里面有孔隙 这个是名麦花竹 很简单好种的 那如果一些比较高难度的 就不适合用这种种方法 没错 在换盆的时机 通常是生长季 春天 比较凉爽的季节 没有那么炎热的时候再换 可是住不下来要换大的 对 看到它的根系都跑出来的时候 也是换盆的好时机 叶片大小 决定盆器的开口袋 像这一个配这一个 刚刚好 但是有一点点挤 不换盆栽会发生 不换盆栽它的养分会越来越少 它的植物就会弱化 换盆是一定要具备的 如果买回家没有换 土壤里面可能会有一些 虫软 你不知道 最好是全部换过 换成自己熟悉的 干净的戒指 种法有很多种 讲我自己习惯的 大颗粒的 先拿来铺底 让它水比较好透出来 铺完底之后 就把你要种进去的植物 挤压盆边 把它松开 尽量不要伤到植物的根系 然后这个就是火鹤的根 很像乌龙面 再来就是 添加一点 很好的 听说北中南的比例还不一样 对 像我这个比例 目前是土壤偏多 如果你住的城市 很爱下雨的话 它可能土壤会过湿 过湿就容易烂根 看你们地区 气候在的决定 你要怎么放 都换好之后呢 青桥 让它的土壤 掉到每一个空隙 这样就可以 重要的就是 水要焦透 焦透的意思就是 就是它的水一定要讓它流出來 很多人沒有這個觀念 那你如果只教一點點 它的水分會囤積在中央爛根 一定要讓它從頭到尾都是濕 大乾大濕是澆水的原則 植物就是陽光、空氣、水 三個必備條件 然後依據不同植物的特性 去改變任何其中一項的多寡 這個就是你剛剛吃的小種子 孵出來的 是可能再過個兩三年 就會變成剛剛看到那種巨物 一直換盆栽 慢慢換 因為如果你一下子跳太大的話 有可能會因為土太多 它反而就爛根 四、五、四吧 才會變到像我剛剛說的這麼大 那那被關的也變成這樣 下面這個是秋海棠 就是繁殖的時候 然後還有一些比較難照顧的植物 它們都是需要比較高的濕氣 所以我們就是會給它進了這個門響 而且它是好數可以用葉子來繁殖的 推薦的入門款 我覺得可以先從曼綠榮開始 我們前剛入坑植物的時候 我們也種死怪蠻多植物的 而且就是我們會去查網路說 哪一種植物比較好種啊 絕對種不死的那種植物 還是有 死了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上面寫的植物 或是我們今天有提到的什麼植物的話 我都會建議還是去查個資料 之前死的植物 我們現在都有在種回來過 啊現在都長得還不錯 花了多久的時間 打造軍事 兩年而已 你接受嗎? 其實我自己也是有點興趣 它還蠻支持的 其實植物這個東西種一種 對生活很有壓力的人 蠻紓壓的 有一種寄託這樣 養植物跟養狗 養植物 養植物 耳朵之前 養狗吧 吵起來 吵起來 我會跟我互動啊 植物就在那裡啊 這也不懂了 你看植物每天長大的 那種成就感是不能比的 Uncle的每天溜 大小便 噪音汙染 植物都沒有這些問題 講到養植物的缺點 很容易有蟲 你只能穿真摯的衣服來 不然就是來一圈就髒了 還有就是 魚鱗植物的環境都比較熱一點 朋友看到我說 欸?你最近有出去玩喔 曬很黑喔 但我根本就沒有出去玩 它溫室也會 現在已經接受自己是一個 小麥雞辣妹這樣子 好的 那想要了解更多魚鱗植物的話 可以到哪裡去呢? 可以到我的IG 本質是刺青石 我被我的客人說是 被植物耽誤的刺青石 這是自己刺的? 對 Porty、Constella、奢華 我看到沒有 有 非常高興不到喔 雨鱗Jack Kitchen套餐 拜拜 最後 如果有疑問 可以隨時加入LINE線上客服 價格便宜 供到每小時570元起 每個月還有不同的註銷活動 常常平衡下來 每個小時不到500元 還有24小時電話客服 拨打5688 可以隨時獲得服務 現在還有許波前置專屬折扣碼 有多項不同優惠可以使用喔 不用一張小朋友 就能擁有生活大管價 這是你5688 我的生活大管價 那下面這些瓶瓶罐罐呢? 有東西就裝了 買到什麼就換進去 好餓喔 你那個公仔在家 爸爸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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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你們結婚多久 去打婚姻 看一下我媽以前很漂亮 這是我媽跟我爸的結婚子 我們說服他們 在幫你生一個弟弟或妹妹 可能洗不完啦 沒軟啦 去那邊要洗 要洗不完 MOD加速方案2.0 全新登場 精彩影劇加高速飆望 雙重享受 MOD和光世代 同時申辦最划算 每月最低899元 搭配雙向500妹 每月也只要1199元喔 快來申請 MOD加速方案2.0 MOD懂你想看